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号》的节目时段 今节有个许珊 令我做到你的意得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助点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昨晚10月1日晚上看到一宗新闻 令人相当惊讶 关于郑少秋 秋冠 她和她第一任的妻子盧慧如所生的女儿 叫做郑安尔 现在来说 55岁的时候 选择自己制裁 离开了这个世上 其实最广为人知 一定是秋冠和斐姐的婚姻 再加上她之后的第三任妻子 冠精华 最有印象的 娱乐圈来说最汁 这是一件事 可能很少人会留意到 秋冠第一段的婚姻感情 而她自己来说 都没什么去处理 到现在 这个大女儿 离开了这个世上 幸好她在美国有教会 留意到她 为什么好几天都找不到她 也知道她那一段时间 陷入了一些类似三角恋的问题 屈不寡欢 如是者 报警 到了美国的警方 破门入屋的时候 才发现她在屋里 选择离开这个世上 我想 如果不是有教会的话 真的到处理到 要附近街坊 可能派报纸也好 派牛奶也好 在附近闻不到 觉得有古怪 才知道她在这间屋里 离开了这个世上 还有 教会说找不到她妈妈 然后透过YouTube的影片 发布消息 希望找到她爸爸也好 我们看到她的女儿 郑安怡的喪礼 基本上 教会方面都帮她搞定好了 你想想 那种感觉多么凄凉 是的 我有时都很难想象得到 自己的亲人 而到最后是变成形同默露 再加上是自己的女儿 我自己都身为人妇 我是难以想象得到 如果自己的小朋友 在长大了之后 是失去联络 就算在街上看到形同默露 那种感觉 我非常难受 对不对 那说一点 秋冠和盧慧如 即是她第一任的太太 在1968年的时候 未结婚的情况下 已经生了这个 郑安怡 他们之前 大约拍拖了三年左右 生了小孩之后 没多久 两个人就分手 之后 盧慧如带着女儿 去了美国生活 他同小的时候 都被灌输了一种思想 就是 你爸爸正少秋不是好人 说了很多不同的事 可能见到 又跟飞姐结婚 跟飞姐结婚 再跟现在这一任的妻子 结婚等等 可能见到眼火爆 或是生气 记住 是1968年未婚 生了小孩 整个五十多年前 半世纪前的事 那时的思想 跟现在不同 现在郑安琪 大了肚子 生了小孩 接着再 补回结婚 我们觉得 没什么特别 但是 五十多年前 是很轰动的事 对吧 你可不可以说 郑少秋很前卫 我觉得是不可以这么说的 不过他们 第一任的时候 即是他们 拍拖了三年 而之后就 有了小朋友 那是否 郑少秋是很负心呢 所以令到 即是他 这位 第一任 搞到对他这么憎恨呢 要带着小朋友 离开香港 还远居于美国 之后 还没怎么联络 我相信当中 背后他们的恩怨 即是我们外人 很难去分辨得到 但是从中也都观察得到 他们大家之间的恩怨 是延续了下去 给他们的下一代 所以搞到 郑少秋和他最大的女儿 一直以来都没怎么联络 大家很生疏很冷落 是不是这样呢 生疏很冷落也挺重要 那你说 需要别人给钱养他 还是怎样呢 见过妈妈 都没有特别 黑移民去拿 只是说 据报导所指 大学的时候 有给钱他去读 你记住 那时候减回数 现在郑少秋 就76岁 扣回55年 又说 那时候郑少秋 只有21岁 好像英俊 英俊到阵 那些什么楚留香 还是其他剧 大家可以留言说 你对20多岁时候的秋冠 有什么印象 是不是英俊到瘫 我们没有那个印象 我没有啊 就是我们不会有 楚留香的年代 完全没有 我的印象停留在大时代 就是很疯狂的 丁鞋 那个形象 对吧 没错 我最有印象深刻的 就是在那个 交易广场的天台 站在那里 他给我最深刻的印象 就是那里 扔掉那些人 那个第一任太太 带着一个这样的心情 来带走一个女儿 就算你想找她 她也不太想让你联络 是吧 有指 那时候 肥姐 会被欣儿吃得这么肥呢 就是说 害怕她 大大下的样子 就像臭罐 所以吃肥 变成圆咕嚕 那你就认不出 是否这么想 我真的有点怀疑 她喜欢吃东西 就是做妈妈的 都是疼爱子女的 做些好东西给子女吃 很多妈妈都会这样的 我觉得 我们看到一些照片 其实就算欣儿 跟现在秋冠 第三任太太 她那两个女儿 其实都叫做 有计划 玩得玩的 对啊 不会说大家是仇人 起码父母的恩怨 没有延续到 比下一代 其实也算是可以的 但是 大女那方面 她会想想 由小到大 去塑造她 对郑少秋的怨恨 或者觉得男人是不好 还是怎样 就算结婚了 都可能什么 怎样 你老爸就要把你看 如果灌输太多 可能导致她的大女 感情 怎样对待一个男朋友 或者到底结不结婚 结婚后生不生小孩 这些很多东西都有不同的苦恼 不要理她 55岁人还什么三角恋 不要理她 70岁都可以再结婚 这是一件事 没错 我们再说回 其实郑少秋也不是完全没有见过她 据说 几年前郑少秋去过 美国的拉斯维加斯登台 也有见过 一次面 这么简单 可能教了多久 我们不知道 教了多久 没有见过 不知道 总之 怎样都好 由小到大 都教到你很憎恨那爸爸 不知道 是否到大年纪 50岁人 多憎恨也好 有些事情都能看化 当你见到其他不同的人 身边的人同事 可能真的会有点 醒觉都不顶 你以为真是杀父仇人吗 那人怎样都是你爸爸 也有教会 至少会关心她 郑少秋还说 如果在街上见到她 也未必认得到 甚至乎她的底任太太 也不会有空传一些照片给她 也不会说 她的女儿更加不会主动给一些照片看 所以认不到 我们也不可以怪 郑少秋 你怪就怪她 或者当时真的叫年纪小 也正值她的事业高峰等等 这又是一件事 我们现在看到 教会方面吹奸 找她的家人出来 现在看到 郑少秋 现在这一任的太太 龚精华就说 他们正在了解处理中 先说清楚 在上个月的 三十日早上 教会已经帮她 举行追思离杀 其实听到的感觉 大家看到标题写着 更惨过孤儿 你说孤儿 起码都会有朋友搞定就算 你都明知道自己的父母 都离开了这个世上 你知道 父母 起码 你都知道郑少秋 他是有名有姓 你要找他 一定能找到 是吧 你去到不开心 想自己搞定自己 你找教会 是其中一个方法 找朋友 也是其中一个方法 你找你的爸爸 去谈谈一下 或者是 安慰你多多一份支持 或者他未必会 选择离开这个世上 同意的 是的 不过 人年纪都这么大 他的大女儿 都五十多岁 再加上 他和他父母 又长期没有联络开 你说会 会突然间 因为自己的问题 会联络上他父母 又好像又 怪怪的 我只是从代入 他大女儿的角度 因为长期来 都没有联络开 对不对 不过很不幸 亲边 没有人察觉到 原来他自己出现问题 直至做出事 他回到教会 才觉得不妥 然后才发现 这件这么不幸的事 给我的感觉 都是 人是 需要身边 最好就有个亲人 对不对 我相信 他大女儿 都是长期独居那种人 不过幸好 都叫做有教会 叫做留意得到 如果不是的话 可能真的要去到 发臭 才被发现 那就更坏了 我觉得 如果有些人 即是他 就算感情出现问题 如果他记得 自己还有亲人在世 如果他亲人 知道他这样 离开了的话 会很伤心等等 可能都会令到他 停一停 想一想 考虑多一步都不定 想一想 想一想 总算有个教会帮忙 因为马上想到 如果香港 搞成这样 就要去沙岭了 是的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 这个是一个 他爸爸是一个很知名的人士 是明星 但是大家的关系 长期以来 都是这么差 或者大家没有联络的 我相信当中 他妈妈 直接导致出现 他和 郑少秋和他大女之间 那个关系 变得更冷淡 他妈妈造成 我相信 那究竟是 郑少秋的性格风流 还是 郑少秋 真的叫做好恨儿子 因为 以前也有传闻 他真的很想 有个儿子 继承他这么英俊 这个我们不知道 但是 三段婚姻 四个小朋友 全部都是女 那可能你真是 整定下一个 天生的 爱抚命了 这个不可以怨 也不可以恨 我觉得 个人的祭遇 都不一样 对不对 有小朋友 本身都是福气 对不对 我觉得 好吧 希望 口观看 如何去 处理自己的大女 的最后一程 还有什么 要跟进 不要将整个责任 交给教会 最难 看看如何处理一下 好了 我们这次来到这里 希望 她的大女 真的一路好走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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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